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一個議題 究竟ESG是一個商機還是一個負擔 我認識很多上市公司的朋友 他們曾經提出同樣的問題 他說Kendy 你寫這麼多ESG的文章 你覺得是商機還是負擔 這個問題我幾年前都想過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間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董 即是在董事局裡面 每年就要寫一些ESG的報告 先頭我的想法都跟他們一樣 要去顧那個生意 或者是顧那個日常的操作的時候 已經是很費神 你還要花點時間 就要滿足交易所的要求 寫一些ESG的報告 究竟是對公司是好處還是不好處 尤其是對一些中型或者小型的上市公司 即是幾十億市值以下的公司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就覺得是一個負擔 或者我用一個討論一個形式 就是 世界上很多東西叫做存在就叫做合理 這個是一個黑格爾哲學家 德國哲學家提出來 那ESG存在了 那就是合理 那為什麼會合理呢 我們最簡單就是用一些數據去說明 那在中國CSI300指數裏面 我們發現 排頭10% ESG rating高的公司 它的表現 即是那個財務的表現 是比 一般CSI300 是高兩成到四成的 在由2016年開始到現在 是高兩成到四成不等 那就是說 著重ESG rating ESG表現好的 它的回報就一定是高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尤其是在那些發展中的國家 它的表現是比發展了的國家 就更加好 那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就是等同 經常說入名校 那入名校或者是受過高等教育 它的平均的收入 一定是比一般是高 那這個就是等同 ESG評分高的 它那個收入是高 是很類似的 那我又想舉一些例子 為什麼會是這樣 譬如舉一個物業管理公司為例 一間擁有資產的公司為例 它是真是很體重那個氣候變化的 它不是卸做的 它想一下 如果有一些打颱風的時候 它怎樣可以做到一些措施 譬如綁好一些樹 綁好一些那個 這些器材 或者是大雨來臨 將那些汽車由地爐洗去地面 這些措施是會把損失減低的時候 就會令到那些租客更安心去租 租金會貴了 減少了那個維修費用 那回報就會高 如果在社交方面 好像早十多天之前 P&G拍了一條片 是小小侮辱女性的 就令到收入下降 或者在公司管治裡面 最近有些 內地的房地產發展公司 挪用了他們子公司 物業管理公司的資金 那這些就是 如果對那個ESG不重視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 這麼不理想的情形 那我只可以這麼說 ESG如果再主動一點 是可以在聯合國的十七個 可持續發展目標裡面 去找到一些商機 例如 SDG7 就是講一些可持續的能源 那你看看寧德時代 他看了這個議題 去發展一些充電池 儲能式的電池 就變成了上年的首富 那這些就是商機 那我經常覺得 ESG是一杯半杯水 樂觀的人看的 就是機會 悲觀的人看 就是負擔 那今天想說的ESG 是不是商機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